今天咱们看看智己L6 那这是智己品牌旗下第二款纯电轿车 这款车正式发布的时间是在4月8号 咱们今天请先体验一下 其实当你看到这款车外形的时候 确实看着很好看 有种柔美的感觉 就是智己的车型 不管是之前的LS6 而这咱们看到的L6 在设计上绝对有足够高的原创度 而这个造成一样是看着就 咱们讲非常的动感 还有些细节 它不管什么地方的设计 都是以圆润见长的 你看除了车灯之外 包括这个自盛巡航的雷达 都是一个圆润的外壳 所以看着就特别柔美 特别有线条感 特别好看 往车身侧面看 它这车的轴距达到了2米95 车身长度接近了5米 它是一款中大型的纯电轿车 而且作为当下的这些车型 可以看到都会带个小低脚 对吧 都有激光雷达 自己的车型有一个自己特有的功能 就是Carlove 去记录你路上的一些好看的这些景色 一些事情 那之前的车型都是通过这里 有一个排取的摄像头 这次不是了 这次升级了 它是可以调取车身上所有支架摄像头 进行一个信息采集的 如果说你行驶在某个路段 景色好看呀 光线好看呀 就可以通过这些摄像头 把这个画面采集下来 通过车机进行一个自动生成 可以透过模板再发布 因为目前没有更多信息 至于发布的话 可能会发布在比如说 自己自己的平台上 当然也有可能会发布在未来第三方平台上 咱们期待一下 两位这个车 除了线条揉美之外 轮圈样式也保持着 自己家族自有的特点 对吧 一个是柔韧的样式 同时呢 跟花瓣一样的造型 这个轮圈用的是二星寸 二星寸对于这车讲的话 足够大了 而且我们拍这个车型呢 是一个全黑配色 加黑轮圈 用当下流行的话说 就是黑五式的版本 那这次R6呢 会有七种配色 其中有一个是这个合作定制色 但是目前什么颜色 暂时不知道 期待4月8号的发布会 日常的颜色呢 像黑色 白色 灰色 还有一个粉色 大概有六种 我没记住 往车身后面看 B柱这块呢 不仅有NFC感应的一个标识 还有一个摄像头 再往后看 这边是它的充电口 但是它这个位置会发现 它整个这个车位这块 拱出的小线条非常的多 这种设计呢 就让整个车身看着 很有力量感 很有动感 因为车身的这个 肩部 如果这儿坐宽之后 会觉得这车 非常的帅气 但是会不会影响车内空间 咱一会体验一下 另外还有一个细节 它的前后的车轮宽度 是不一样的 轮台宽度不一样 这边 它是一个更加注重于 动力表现 操控表现的一个 属性跟定位 你看很多 跑车 尤其注重那种 性能表现的 都是后轮比前轮宽 对吧 来到车尾 那至极加速特点 就更加鲜明了 对吧 咱之前看到 至极LS6 那款ICV 是两条灯线 这有一条 不过仔细看 里面也是有 这个矩阵模块的 应该是也会有一个 灯光互动功能的 那整个车尾 造成样式 就不用多说了 确实很运动 也很柔美 看后部箱 空间表现 按键 还是这个 打开后部箱之后 它采用一个 仙背的造型样式设计 那意味着 我的后部箱开口很大 第二 它后部箱盖的 开启角度达到69度 已经接近于 90度那个角度了 说明开口很大 那箱我身高 180 这个拿东西 也不会磕到 这个后部箱盖 这个口要实用性了 另外 里面容积非常宽敞 而且有一个 至极所特有的细节 就是这个磁吸功能 你看我们这个 储盆 它就是 通过这个磁吸的垫 然后把这个 固定在后部箱里面的 那你说 如果家里出去玩 带着孩子 搁了一些小玩具 不会在后部箱里晃来晃去 要稳固很多 想法关于外观后备箱 是这样 咱们车内看一看 来到车内 先说整个样式风格 就一看就是 自己品牌车型 对吧 这种大连屏 同时这个屏幕 也支持上下升降的 下面一块屏幕组合 其实这次 它针对很多应用功能 做了一定的优化跟升级 先说样式 一个半幅式方向盘 我估计 未来跟之前车型一样 是标配圆的 选装半幅式方向盘 这是我猜的 另外 坐进车型之后 除了这个屏幕比较吸引人之外 这个座椅很吸引人 就是舒适性 就是你看的 一大块一大块的 跟这种沙发的感觉一样 当然 坐上来 同样很软 因为它是在里面 加了一个20毫米的零压海绵 所以让你感觉这个座椅的舒适性 非常好 那刘慧这个车的功能性配置 其实这次 它不仅使用了说 骁龙8295的芯片 同时 加上辅助用的是 因为的 RX芯片 它针对很多功能展示 做了不同的设计 有些 它有个功能 叫City Drive这个功能 当你打开之后 那地图会显示 你行驶的这个路径 同时呢 周边 好玩 好吃的地方 都会做一个推荐 那比如说 可能出去玩的时候 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那吃什么 玩什么 不知道 打开这个功能之后 它会告诉你 还有就是 它整个这个屏幕的界面 是可以给咱们自己的 喜好跟需求 调换位置的 我可以让这边显然导号 也可以让这边显然导号 也像有一个 自我的编辑能力 这个挺好的 那么在日常行人当中 针对安全性方面 它有一些表现 比如说 当你打转向 转弯的时候 它会通过显示屏 显示盲区的影像 如果有行人 或者车辆过来 它会提高 整个显示屏 那里面的亮度 同时 作为一个标识 让你更加了解 周围的情况 还有 就是它车机功的这块 也是具有更高 智能化表现 你可以跟它对话 让它帮你 完成一些照片 图片 还有就刚刚咱们说的 它会通过 假如辅助各种摄像头来 采取周围数据 生成一个视频 同时可以上升到 一个平台上 这些功能 可以说给R6 增加了更多的可玩性 展示挺好的 来到后排 先说我空间表现 刚刚我坐在前排 做一条最低 头部有量是非常宽裕的 因为它有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贴幕 从前面到后面 而这个贴幕 我看了一下 从外面看的是一个 紫色的镀膜 基本看不到里面 从里面能看到 一些外面的景色 我觉得这个玻璃贴幕 应该是有比较强的 这种隔热效果的 有机会咱们试驾 好好体验一下 那说到后排空间 你看后排 腿部空间的余量 还非常宽裕的 毕竟是一款中大型轿车 另外 这个座椅一定是好评的 真的很柔软 而且前面上翘 对于我的腿部之上 有更好的效果 做这个座椅上 想到什么车呢 想到了当年 美系车 那个大沙发的感觉 一点不夸张 非常大 非常柔软 而且它是一个小的 凹形设计的 所以让你感觉 你是现在里面的感觉 那种感觉特别好 还有就是 这个质机所特有的 磁吸扩展功能 什么意思呢 你看它会有个小的支架 这个支架能干嘛使呢 把这个支架 吸在后排座椅靠背上 这时候就可以吸上 各种小的扩展件了 比如说 平衡手机 吸在这 是不是可以 然后呢 厂家呢 还会提供一些像化妆镜啊 这种东西也可以 吸在这 那如果女生坐在后面 在停着休息 化妆的时候啊 方便很多 还有补光灯的效果 是不是这个功能 还挺齐全的 最后就是动力跟底盘了 从我们目前 以致心来看 这款车不仅会配备空悬 不仅会配备 CDC电磁悬架 还会有后楼的 主动转向功能 其实质解L7 就配备后楼 主动转向功能了 但是它不一样在哪 它是有个低速同向转向的 那就是说 它在低速转向下 可以斜着走 这应该是目前 在后楼转向的轿车里面 第一个 能配备这样功能的 最后就是动力部分了 它会使用一个叫 碳化硅飓风电机 那跟普通电机 不一样在哪 那不仅采用了油冷技术 还有八层扁件技术 它还用了一套定制的 陶瓷轴承 那这个轴承的 阻力更小 重量更轻 寿命更长 那同时官方给的信息来看 最强版本 零倍加速 2.7秒 多一点点 不到3秒加速 这个性能够出色吧 而且它还会配备 133度的一个固态电池 带超快充技术 什么概念就是 它的据说 CRTC转力成超过1000公里 那同时 它这个电池的 最大充电功率 能达到400千瓦 这些参数来看的话 在目前可以说 四五十万 这个价格电池当中 都是非常有优势的 那我觉得它肯定 不会卖得这么贵 因为质戟L6的价格 咱们也看到 质戟L7买多少钱 那质戟L6呢 咱们可以参考 质戟LS6的价格 你觉得合不合适 其实当你看到 这个视频的时候 小米速器价格已经发布了 你觉得 它跟小米速器 你又选了谁呢 行吧 咱们今天关于这款 质戟L6就聊这么多 还向观众的一些新车呢 评论区个留言 我是鹿 学生问题 来找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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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